哦 这人好眼熟啊 这主持人 喂 朋友们 注意大家的语言 五甲四美三热爱 朋友们 欢迎各位 好不好看 好 现场有孩子 举一下手 破防的请举手 破防的 我看完那天我马上回去 看看我两个还在不在 很感触啊 欢迎各位 欢迎来到电影《浴火之路》 撒野上路 亨利全开 上海首映里的现场 我是今天首映里的主持人 白克利 今天的电影是《浴火之路》的首次公开放 非常高兴 我能够和现场的朋友一起 能够成为这部电影的首批观众 我相信大家看完电影之后 有很多想要分享 那大家怎么分享呢 我告诉你们一个好办 你们现在就可以实时的发送微博 带话题《浴火之路》 手映里现实快聊 微博扫描背景板 左上方的二维码可以互动 就是这个二维码 大家可以打开微博扫一下 然后加上SFC的上海影城的定位 谈一谈《浴火之路》 带给您怎么样的感受 好的 接下来 就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 尤其我们的影片主创 导演《吴白》 领衔主演《萧央》 赵丽颖 特别演出《红德伦》登场 有请各位 好 各位请坐 来来来来坐这儿坐这儿坐这儿 坐这儿坐这儿 能看得出来 观众朋友们心情非常的蓬派 那这个时候大家有什么 一来想跟观众们交流的话 机会就穿 我们当然将来好不好 谢谢 谢谢各位 在百能之中抽出这么宝贵的时间过来看 我也是第一次见到这么多的观众 也第一次来到这么大的一个庭 不知道这个签名庭是这样 还是谢谢各位 非常谢谢各位 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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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是丽颖 我是丽颖 我谢谢大家来 收我们的电影《浴火之路》 谢谢 大家好 我是肖羊 在《浴火之路》里演《吹大陆》 谢谢大家今天来接受 大家好 我是丽颖 这是《快手舞池》 这个组合我也觉得蛮奇妙 我们看完戏之后我们都会觉得 戏中《崔大陆》也好 《红颖》也好 还有《赵子山》 三个人的设定是非常有 有点意思 那我不知道主创们是怎么样 看三个人 你觉得他们都是怎么样的 而且为什么是这三个人组成一个拐三角呢 拿平衡中的 因为三角嘛 三角它是最稳固的一个 然后另外这三个人的人设 我觉得也是从现实中 就把理出来的 实际上大部分真正丢孩子的人 是不会有这么爆裂的这种勇气能站起来 所以这三个人 我觉得都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个体 然后并且独立 而且最后拧在一起 变成一个坚不可摧的一个三角形 然后才能共同走向这种勋子之路 您是怎么样看三个人每个人的设定的 为什么你们三个就成了拐三角 三个人背后都有各自的故事 可能因为这个孩子被丢了这件事情 三个人就是有一种相互就熟吧 然后命运中注定他们三个碰到一起 所以在电影当中 你到后期揭露母亲的身份的时候 你自己在当时演的时候的感觉是怎么样 就也是一层一层的去根据这个角色 去跟着他通过这段旅程 也是慢慢的一个有被救赎 有被带来希望的这么也挺爽的吧 也是有爽的 因为他里面两次有自杀有重生的这种感觉 也绝望过 但是最后这件事情达成了一个美好的愿望 我们有了一个出了口恶气 相信天道有轮回 善恶终有果这件事情 我在看的时候 我相信所有的观众跟我们感受的一样 是一个美好的愿望 对 就觉得这个角色还是挺难演的 很难难演的 你不要客气吗 确实难演 不是客气 甚至他一直在均衡那三人的关系 可能在中间起到的这一个作用 是慢慢去正向的去挖掘了感受其功的 好的 那我问一下西中的大陆爸爸 你觉得这个怎么看西中的这个角色 又怎么看拐三角 大陆爸爸这个名字还挺奇怪的 还挺有意思的 还挺萌的 我觉得崔大陆他是一个 他是一个社会大哥 他是个江湖人 但一般我们生活中 其实因为我们编剧当时采访了很多 这个丢孩子的家庭 绝大部分都是像羊一样 绵羊一样 普通人没有什么能力 所以呢 崔大陆 所以他就设计出来两个狠的人 所以如果一头虎 回头狼 他们丢了孩子之后 他们会去 让他们冲进人犯的老巢的时候 他们会怎样来撕咬 就是替这些 丢孩子的这些群体 其实也替这个社会吧 就是出口恶气 因为我前两天看见一个视频 就是一个偷小孩的 在一个广场上被抓着了 哇里 那么多人围着他 所有人都群青激愤 然后他在东北的一个广场上 然后警察 逃到警察 然后旁边 警察又帮忙 又帮忙 然后警察刚刚也回头了一个女子 就 就 就全都是那个 就急了 可能他跟那个女孩 那个大姐应该也就是个 旁观者 所以我觉得这个电影 它是基于这么一种情绪 设计出这几个人物 就能够看到人群当中的一些善意 但同时也能够感受到那种人犯的恶 我觉得 所以前期电影宣传的时候 哇都是好爽爽片 但今天看完 他才恍然大悟 就原来他的底色是 这么的对人的关爱 那我想问一下我们的快手胡锦 快手胡锦 你看 两个里 对面的两个角色 你今天压力大不大 你口音学好笑 没有什么压力 我觉得我们的角色 那个比较 蛮 蛮 蛮绝对有趣的 好 今天本来我们还有这个 另外一个拐三 叫刘亚老师要来 但是因为现在这个信号的问题 接不进来 然后之后呢 他会有其他的方案 我们到时候看巨轩 然后看一看刘亚老师 怎么回答这些问题 那想接下来问一下 我们的几位主创 就是怎么样看待三人组之间的关系 那我们答应先答好不好 嗯 这样李侯英是核心 他是像一个天平 中间的那个杆一样 把两边这个秤 给端得比较平 啊 虽然他那个外画的形象 我们感觉给他说成是个兔子 但这个兔子的这个 内在的那种力量 啊 兔子急的也咬人 兔子灯鹰 对吧 把他惹急了 还是这样的 然后他再一路来平衡 这两个人的关系 共同维护出这么一个 那个那个三角形的一个关系 然后崔大陆呢 他就是 他就是一个虎的形象 都没讲对吧 虎可以有几层含义 一个是比较猛的 就是 其实就是一个社会大哥 还丢了 然后呢 他如何来平衡自己的情绪 对吧 甚至他未来面对的那种恐惧 从监狱里出来那种恐惧 可能都 他连死都不怕 连自杀都不怕 然后他都 不想去面对未来的那种 寻思之路 赵子山是一个非常坚定的一批狼 啊 目标很明确 啊 所以这三个人的这个特殊性 然后 就构成了这个故事一个 完全不可替代的一个 一个状态 然后 所以我觉得 我觉得 还是 挺棒的 我问一下我们的大陆哈 大陆老爸 您是怎么看到这个 三个人的这个关系的 人物关系 嗯 我觉得我们三个人 我拍的时候也有这个感觉 就是 有一种很奇妙的一种画却反应 就是 好像有的时候我们仨在一起 就不用说 不用说台词 然后就好像有一种 有种戏剧 在这儿流动着 啊 这个 特别是 李红英在中间的时候 然后 光是李红英我们俩的时候 好像还 呃 还没有那么有趣 然后 刘月加入了以后 就就就 就每一句话 互相之间都都很有趣 嗯 如果没有李红英的存在 那 我觉得这个 这个 这个 和狼 他们两个是会打起来的 没有办法 相处 这个字都会控制不了自己的这种情绪 这件事情可能做一些很极端的 这个 事情 因为有小兔子在中间 调停一下 还真的是 嗯 挺好一点 那李红英呢 李红英在当时拍的时候 你们觉得 这个拐三角 你个人 能看出什么样的 火花 或者是 自己当时拍的真实感受呢 其实李红英就是 他 他是一个比较 嗯 就兔子急了也会咬人 就说 也是一个很普通的一个人 但是他经历的事情 嗯 并不是 普通人在经历的 然后 也很 很 也很狠吧 也很有手段 嗯 目标也很清晰 他就是 为了 这个 攒够了钱 赚钱去 找自己丢失的孩子 那 在这过程当中 他母性的一些展现 呃 又不是那种常规的那种 呃 呃 很多的温柔 或者是过于脆弱 但他最后还是通过 呃 崔大陆给了他一线收集 那 那也 也 另 另 这个关系 然后 在他跟这个赵子山之间去周旋 然后把他们最终 到一个 相处融洽 或者做 救赎 互相 呃 这个 互相给一些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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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生的那种 狭义的这种 心情 嗯 对 就你们在那个公路 像公路片一样 那个场景 就去 确实看到了狭义世界 相互救赎 对 就是我能得到一些东西 就尤其是 就是 作为 我觉得父亲母亲来看 是能够得到救赎的 就很温暖 又很有力量 我相信很多 就真实在寻找孩子的人 他们一定也经历过这样的世界 经历过这样的路 所以我觉得 这个拍的非常细腻 呃 刚才有一个小伙伴跟我讲 我们在千人厅 刚才播的时候 嗯 快手胡子出来的时候 有观众惊呼 啊 冯德伦 有 很多人看预告片都有 对 没有人 完全没有认出来 您在剧中的幻想 嗯 都是你啊 因为你不容许 那个有人抵 那个你算了 所以 啊 都是导演弄的 哈哈 给我看 给我看 他还是比较容易 哈哈 爽的特写 嗯 那么 当时整个想到 要结个 结个样子 哈哈 没有啦 这个都是导演的设计啦 对 那那我只是觉得 因为 因为 比如说在香港拍片 我们很想会拍到那种 好像 这种 好像公路的 那种电影吧 嗯 那那 这个角色也是 我一路以来 没有 演过的那种 就算演那个 可能有一点反拍 都是可能有一些背景的原因 说 比如说 那 看他有点 还看过 那 但是这个 还是我们的原因 因为基本上 一个 坏人 他 不会觉得自己是坏人的嘛 所以他 也不需要给他一个背景 他就是 看钱 以任何的东西都重要 所以他就是 这种的一个 坏到底的人 我没有试过这种角色 我觉得 你生活当中应该是完全的反差 呃 我希望是吧 哈哈哈 哇 你们现在都蛮有梗的嘛 想问一下导演 在剧中安排几个 呃 人贩子的结局 因为我们导 我们观众看得很爽 包括前期我看 物料啊 就是有爽趣 就他们得到了应有的报酬 陆永安被雷劈死了 然后 那个 例如他家的傻儿 就被淹死了 就这种感受 就当时 是怎么想的 要设计这样一个桥段 这个戏实际上 嗯 嗯 说是现实题材 实际上 拍的时候 内心的感觉实际上 是一个超现实的 它呆有一种神性 和那种 天意的一个 一个感觉 所以说好多的那种设定 包括 图子掉下来啊 包括陆永安被雷劈死 它是没办法 我正常弄死你怎么 都不解气 所以就是必须这条雷劈死 对吧 这个 狗狂人 人熟 人狂天熟 啊 你这个上天 他就会收你 包括他那个傻儿子 对吧 你说的真傻 还是假傻 他也知道 所有呢 包括最后天羽的 这些东西 我觉得他是一个 要超越现实主义的 然后并且在上面 给他做了一些 渲染和王岐挑了那么一下 对 然后三个大侠 属于闯荡江湖 而且每个人的 那种侠气和侠义 和那种意气 也都是不一样的 并且在过程中 是逐渐的 从丢了火 完全找到一个全新的自己之后 再次重新上流的一个过程 所以我觉得他这个 还是有一些预言感吧 确实这部电影很 在演员安排上 我认为很 很出其不意 我看到殷小天 出来跳舞的时候 我说哇 我说真的是大 真的捧场 后来一看 他真的只跳了一段舞 我说你们的资源也太好了 一来就跳了一段舞 那其他的 我们的三位主发能不能谈一下 你们对 人犯的这个阶级 你们是怎么看的 夏阳老师 我怎么看 我觉得我跟全社会的看法 应该是一样的 就是 我觉得这是一个 刚才说没有原因的坏 我就想到就是 如果一个人决定去做人犯 他肯定把所有底线全都抛弃了 他就是最坏最坏的了 他应该也做好了打算 就被别人抓到之后弄死了 所以我觉得应该 咱们现在 就是 其实社会上 大家对这个 应该每次看到一些案件 和一些这个 视频的时候底下那些留言 其实有些强烈的主张 那这种强烈的主张 有时候你在 真实现实社会中 它 一定是法治社会 每些都需要流程 需要规则 然后 但是在电影里面呢 我们就可以给大家一个痛快的一个东西 所以也是借着电影 借着故事 就是让观众来出口恶气 而且在这个点里 它是自洽的 它是 它不光有人的惩罚 还有天的惩罚 它不光有受害者 都来找到你的那种 那种报仇 还有上天给你的保隆 上天是一直看着 上天从最开始开篇的时候 就看着 然后到中间 帮助他们 给了一些兔子 到最后批死 那个里面最坏的人 还有丽丽呢 丽丽呢 丽丽怎么看 也办的这个结局 当时拍摄的过程当中 觉得这一定是说 我们对普世的愿望 在戏里面 这非常封面 我听了 非常非常理想化的 就是想出口恶气 但是过后 其实是觉得 它是 又是一种希望 又是一两个 甚至这个设定 也挺奇妙的 就是我拍的时候 导演他们 和孝老师他们也是 每天 就是 你看到他们的想法 一直在变 一个比一个好 看到他们 简直就是 伤脑的一个过程 然后 对于这个感触 也是随着这个设定 觉得 嗯 这种 这种因果报应 这种 对于人贩子 是 无 零容忍 无条件的想去 让他们得到惩罚 这件事情 是 是爽的 但戏里是真的实现了 我们 对于这件事情的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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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口 一口很大的 乐器 乐器 对 对 对 就是让大家能够有一些 情绪上的这个 极大的补障 对 都做到了 那问一下人贩子吧 哈哈哈哈 这种犯子也来了 这种犯子也来了 请问 冯克鲁先生怎么看自己 作为人贩子这个角色 最后的一个结局 哦 我觉得应该 死的不够惨了 导演已经让他死的太爽了 太痛快了 因为 虽然我没有孩子 但是我觉得 这个是每一个父母最大的 噩梦中的噩梦 那 就是 这种人 应该就是 如果有地域的话 应该是最热的 点 他们在 永远在照的 这些人 所以 快收拂子 就 应该很烫 现在很热 好 谢谢各位 我们今天其实也把时间 留给观众们 希望大家能够 和我们的主创来互动 我刚才 其实在中间看到一位观众 很低调啊 陈鹤老师 啊 啊 拔银鱼水 陈鹤老师 哦 在 啊 来我们有请 这位叫陈鹤的观众 来 发表一下您的欢迎感言 这个 我其实很少来看首映 嗯 主要 哎 好的大哥 大哥跟我说口罩摘下来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就是因为我特别担心 就是 看完之后要发言 我这嘴也笨啊 然后呢 我这个 因为跟百哥也那么 这几年拍的全是百哥的戏 我要去夸也显得比较 对不对 有点假哈 我就脑子里刚才来之前 看电影之前 我想我必须反向的说一波 最后 把抖一大包 让大家一笑 结果因为电影太好看了 把这事给忘了 内容还没想啊 然后就是 我觉得看完 好剧本 好演员 呃 好导演 用 呃 戏里的话来说 这肯定是一部 愈强则强 愈弱不弱的电影 还有一句话 就是 这么多的因素 结合在一起 这个片子它怎么那么好卖啊 对不对 来恭喜 恭喜 好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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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看到一位我们的演员 就在 陈赫老师的旁边 来 刘欢老师 好 好 大名对我来刘欢老师 这个 首先恭喜 恭喜这个 恭喜这个 哈哈 恭喜各位主角给我们送上这么好看的片子 啊 然后那个 其实我在看的时候 我并没有想到就是一部这个 打管的片子 这个 500导演 总是这么出其不意的 能够给到我们 呃 对 看似是打管的片子 但是拍的非常僵硬 你觉得我是 哪方面 要怎么觉得 哈哈哈 那就这么觉得 哈哈哈 然后呢 然后我给咱的主创 准备了一个礼物 然后想送给他 啊 嗯 嗯 这不好吧 带礼物来 哈哈哈 我们能收吗 一个镇头 是什么礼物 啊 我也想带你 一些 漂亮 哦 这个太清楚了 挺下清楚 哦 是去是横圈走吗 应该是 是不是偏明了 哇 哦 啊 哇 哇 爆裂 哪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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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富翁 哦 超快 哈哈 esf 这个是你写的吗 对啊 哇 这个 怎么样 收到这个 骆龙列答管 十一笔麦 哦十一笔看 这个不敢用 票房嘛 票房大卖的 怎么样导演 是不是很感动 我们的观众 感谢 我也这么觉得 谢谢 我们几位主唱跟这个字画 合一张影吧 好 谢谢你啊 感谢 谢谢你小伙子 这样话筒 还有 在这 你看着给吧 来我们把这收了 麻烦同学来收一下 各位老师好 我是法师妈妈 自己本身是一名律师 然后 我光看完这个电影 整体的体验 就是感觉 各位老师的表现 跟情绪都非常的到位 不仅如此 还有各种犯罪的呈现 还有法律细节的把控 也都无可敲剔 但是我觉得大家肯定 也会有个问题 就是像 弘德龙老师饰演的 那个快手胡指 拐卖人口 那么可恶 为什么我们不能 直接都给他们判处死刑 这个问题可能是 对大家也好奇 我平时生活中 也很多朋友 经常问我 其实问题是这样的 就刑法 它解决的是一个 罪行法定 如果你不加以区分 你拐卖一个孩子 是死刑 拐卖十个孩子 也是死刑 拐卖妇女是死刑 拐卖妇女过程中 又给他强暴了 又给他弄死了 还是死刑 其实对拐卖的妇女儿童来说 未必是一件好事 对 然后 电影中 那个 陆永安 其实我觉得是最泥灭人性的 他不仅 拐卖 孩子 还拐卖自己的老婆 而且那个孩子 还是他自己的亲生儿子 实现中 像这种 拐卖自己亲生儿子的情况 只要以盈利为目的 也完全可以按照拐卖儿童 最近的处理 除非是 当时现实生活中 好多就是这样 就是过于生活无奈 或者说有 重男轻女的 那种观念的影响 在这种情况下 受养 然后只是收取少样的 感谢费营养费的 可能就比较难以定罪 然后 整个定 过程中 我感觉 最爽的一个点 就是那个 崔老师 给那个快手夫子 芥末套屯 那一段 我觉得就是 特别的大快能心 我想知道 老师在拍摄 这两段的时候 也没有感觉 印象特别深刻的点 谢谢 您是带着 普法的思路来 看这部剧的 哎呀 这个有点意思 当时 头戴芥末这场戏 对 那个 那个 我蛮痛苦的 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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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 我觉得 你应该蛮痛苦的 不可能是真的芥末吧 他不是 更痛苦的 就是 他是用了一些 糖的东西 所以他每次每一个tick之后 虽然我再脸的那些就都弄干净 但是头发就脸的 为什么有发音 苍蝇就在我的头发 每一个都这样 但是最痛苦就是 其实他因为他拍的很 当然他很入戏很认真 他基本上他把我真的弄差不多要死掉了 对不起 真的 坦白说真的有一次就是最后那个tick 就是差我觉得差一秒钟 因为我真的呼吸不到 哦 所以 那你问一下律师 在拍戏过程当中如果 如果死掉的话 我可以达到多少的 好 冲伤了 冲伤了 我们首先请一位5岁被拐的女孩 26年后凭借一己之力将人贩子送上法律 让他接受法律的试剑 而且此后他一直在为被拐卖的家庭发声 他就是 要用画 我想问一下 您在哪里 哦 在这里 我先把掌声送给花花花 谢谢 感谢您的帮来 感谢 因为第一次见到明星很激动 然后 我也是河北达 这部电影呢 非常好看 看到我心里面特别痛快 我恨不得所有的人贩子 最终的结局都能像电影里一样 遭到报应 我觉得我就是小叶子 因为小叶子的眼睛里面也有一股确劲 所以我就很羡慕她 因为小叶子找到了她的妈妈 她的妈妈还在等她 他们还有在团聚好好过日子的机会 嗯 我看到你的意思 对 其实 我现在看到 你们相爱的那时候 我就一直在下面表演 然后确实蛮感动了 也替小叶子开心 我准备了好多话了 谢谢 谢谢 有点紧张 也是比较激动 然后 没关系 你讲的特别对了 你讲的特别对了 嗯 就是人贩子 他总觉得我们是弱者 他觉得我们可以像物件一样 随便的处置 我的想法是跟电影里面是一样的 我觉得我们这些遭受管卖的受害者 从来不是任人摆布的 我们在逼不得已的时候 我们就是虎和狼 我们更是可以咬人的兔子 我们可以冲破困住我们的笼子 去撕咬坏人 所以永远不要看清自己 永远不要放弃反抗 谢谢 谢谢 他有说过你的故事 非常感人 然后我当时看完也觉得 哎呦 我看 我应该早点看到 其实他的那段经历让我也觉得 就是我也有被爽到他的故事 谢谢 也感谢这部电影 给我们这样的家庭 带来希望和力量 愿天下无拐 愿所有的食材家庭都能团结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 我相信电影结果像花花这样的家庭 其实都在相互的打气 因为你们离过雨 所以知道给别人撑伞 那接下来还有一位 她呢是两岁被拐 父母历经25年 终于找到了她 她后来是积极的帮助 很多失散的家庭 在2023年的音乐节活动现场 还设置了5000多个寻听的信息来 让我们有请梅志强 梅志强请问您在哪里 好 小美人好 谢谢大家 首先呢 我今天有幸的话呢 就要到这边 今天的话特别的期待 我的话三岁的时候 然后就是说被管 然后从小的话我是知道 我是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 然后我知道我不是家里的亲生 所以说的话从小 从小的我就是那种在黑暗里面长大的 所以说我很能就是说体会到那些被拐的孩子 他们的话就是现在正在经历的一些 真的 就是说因为自己得过雨 所以说的话都想为别人称赏 然后今天看到这部电影 然后我觉得非常的爽 然后也非常的刺激 然后也非常的刺激 因为那道话 你最想要的一个结局 嗯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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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那你也很不容易 也谢谢你的爱心善举 我知道你现在这个寻亲的活动还在继续 对不对 现在的话因为各种的因素 因为我家里面的事业 你要需要人去打理嘛 所以说的话我现在就在家里面 嗯 帮 就是说在家里面帮忙 是这样的 但是我以后的话 如果还有这样的机会的话 我也会去做这样的一个事情 然后我想就是说 注意到就是说 电影当中有一个公路的一个片段 就是非常的有特点 我想问一下导演 嗯 为什么要 以这样的一个环境去拍摄这个故事 嗯 你说公路的哪个 那个是 三个人两个人打架那场吗 嗯 对对对 就是 它是整体的这个质感 就是整体的一个质感 哦 整体质感 这个是 嗯 其实是考量过 因为是 就是想把这种复仇的爽感 拿上来之后 那么实际上从造型 一直到玄境 包括咱们一共 大概走到五个地方 然后进行拍摄 其实就是想要那种 那种苍凉下的 那种所有人 七星才能产生过 一种足够强的那种力量 然后并肩抵立前行 在那样的环境下的陈出 显出这种人的这种坚韧 尤其这三个就是 确实是我想把它拍成一股江湖气 打侠 包括李洪勇有很多的那种 对吧 我问你 没有我 你会回去找的吗 对吧 没有你 我都不会走 有很多这种 我们俩再打最好打死一个 对吧 实际上都是那种内心的坚强 和就是你三个人 赶紧好好地上路 然后在这样的 暴力的这种环境下 然后找到自己的 谢谢 好 谢谢老师 我们也谢谢我们家 下回 谢谢 祝你家庭生活顺利 那其实今天我们也请来了 一位民间的打拐志愿者 上官正义 他是著名的民间打拐志愿者 多年来协助各地警方解救 数百余民的被拐儿童 千余民的传校会骗人员 而且协助抓获大量的犯罪嫌疑人 被多家媒体誉为民间打拐英雄 让我们有请上官正义 您在哪里 好 在这里 我在 看了剧中 有一句很经典的一个台词 就是我们的 我们丽颖小姐姐 今天说到的一句就是说 多少 有多少丢了孩子 活得跟鬼一样 其实今天好多人在 看过程当中 可能大家都存心于这部 影片当中的娱乐 还是一个故事 它还有好多人也会在笑 其实我全程 很压抑 是很 也就是这种心情还是比较沉痛的 我们现实比电影里面的更加残酷很多 我们电影里面其中有一个桥段是 小男孩被面包车抢走 我们现实生活当中也有一个 2007年11月12号 广东东东莞 有个叫叶瑞聪的小男孩 9个月在自家门口被面包车抢走 很不容易 然后看到影片 这个时候我们发言 一直在为至少 关注民间的 百姓男人这个群体发声 或许影片中很多 很多不能呈现现实 但是以这种方式 我也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一种宣传和推广 我们大家最终的目的都是希望 有更多被拐的孩子早点回家 那么刚刚 我前面讲话的梅志强 然后就是我在2022年 推广福建福田家一块 找到了 我试一下 然后我有一个小小的请求 当然这个请求不是我 我相信 第一个请求我们的 剧组的全球伙伴们 然后再请求你们的粉丝们 现场的观众朋友们 全国所有的网友们 如果在接下来的推广和宣传混乱中 方便的情况之下 麻烦拜托 多多的帮助 还没有找到 这些失踪孩子 被拐孩子的 他们的这些信息 帮忙扩散 传递一下 也许就是我们一个小小的 这个举动 我们可能真的就会 祝他们转远 团聚 也希望大家如果是有线索 有信息 及时反馈给当地的公安机关 然后这样的话 大家合力 我们身边 像刚才杨宇华所说的 天下无关 造人团聚 谢谢 谢谢正义 谢谢 大家帮个忙好不好 看着就随手转发一下 上个心 谢谢大家了 我们今天还有一位 是我们的中国香港主持人 感动中国2021年度人物 她是2021年度拍摄了一部纪录片 叫《无穷之路》 深入14个贫困地区 关注深陷困境的女性和儿童 积极为同胞发声 2022年被评为 感动中国2021年度人物 让我们有请陈贝儿 贝儿能今天做哪一道 大家好 大家好 我也是特别从香港来看这部电影的 感谢导演和演员们 带了一部让我刚看完很多感觉 很多感动感触的一部电影 也非常开心看到 《龙德伦·奥斯蒂芬》被演出 一部很豪迈的电影 也非常欣赏导演用了一些公路式的拍片方式 因为一些寒拍的那些镜头让我感觉到就是人在座天在看的一个感觉 而且导演也是非常的了解演员们的那个特质 演员们演戏的碰撞的那个火花特别强大 也想问就是李盈您的决策是很有层次的 很多内心戏也是很夸起的年龄点的 那您在筹备在准备这个决策当中有做了一些什么样的一些功课枪考吗 其实也有看过很多这样的新闻 但是我觉得这样的事情始终不想让自己被有更多的感同身手 因为它真的不是一件特别好的体验 因为我自己也是有报告的 那这个过程当中 李红英我觉得他是全程脚没有粘地的一个人 非常的痛苦 我没有办法就去想象说 如果丢失孩子这件事情 最终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触 因为所有的你所看到的具象化的这些表现方式 我都觉得不太够 其实回味过来觉得这个 这个现实当中 大家都希望坏人管该孩子能得到报应 但是不是所有的 这个 就是都能达到自己的这个美好的愿望会实现 所以 在电影当中最后有这种因果报应 我觉得 确实是一个很爽的事情 也觉得只有这样可能才能 才能 才能稍微的让自己就让自己去想一下 哎呀 嗯 他们会有天收的 我们不能放弃去找孩子 因为那是命 那是自己的困惑 没有他确实在 确实人是 是一个 就是 父母可能是没有办法去 去想象这件事情的 我那时候不敢去感同事的时候 因为这条路确实非常的艰难 也非常的心疼 这件事情发生在一些父母的身上 我们觉得通过这个电影 让大家 顾情的同事也希望给大家一些 力量吧 我们作为父母的 用各种狠的方式 在电影当中去承认出来出一口乐器 其实就是一个简单的 我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是 非常的 就是 也是一个人挺 很纠结的一种 挺虐心的 难受的一种状态吧 就是我作为 其实当父母的 我跟导演或者是 小杨老师他们去 讨论这件事情 因为 其实挺难受 其实我相信当父母的 听 比你这段话都 很能够共情 就不敢想 真的就是真实的想法 这样我们时间有限 我们还有最后一个名额 好不好 我们现在 话筒穿到哪里 话筒也不在这里 哦 那这样吧 时间好像确实差不多 因为还有下一场 那我们就请四位主创 最后还有什么话想 对我们的观众说 我建议当兴趣的 谢谢大家 还是谢谢大家过来看 然后希望大家多推荐这部 《一火之路》 如果你们真的觉得好看的话 然后就多帮着 宣传一下 感谢大家 谢谢 感谢大家支持我们电影《一火之路》 也希望大家在多个平台 然后多多去表达自己看了电影的感受 和对我们的评价 我们都会很开心大家的参与 也在贡献的同时也希望让观众感受到这个爽 我们有很多电影不光有温情也还有力量 希望大家多多进入电影院去支持我们《一火之路》 谢谢 谢谢 谢谢大家 刚才真的是让我很震撼 就是几位这个亲身经历者 还有现在帮助别人找孩子的 然后我们《一火之路》 在片尾的时候应该放了一些真实的那个丢失的信息 然后在影视中出现的所有的小朋友的信息 都是现在还没有找到的真实的信息 然后还有我们今天的一个MV 也明天推出来 然后后边也附上了很多现在还没有找到的孩子的信息 希望我们这个电影也能够帮助到真实生活中的嘉诚团聚 然后也谢谢大家帮助我们宣传 同意对这一份这个电影吧 谢谢 谢谢太阳心了 感谢大家 那希望大家多多支持这个《一火之路》 因为这部片真的是导演跟所有的前陌险落后 都花了很多这心血出做这部电影 希望大家多多宣传多多支持 谢谢 好希望大家能够把这部能量传递出 我们也请主创和我们今天到场的观众朋友来一张大合影好不好 好 同时也希望大家能够多多关注会员推出的公益活动 宝贝回家 将走私儿童信息印在快递箱上 将团员传递希望 以及也希望大家能够多多关注宝贝回家的公益网站 我们的几位主创是我们要不要转过来和观众一起来合影 愿天下武馆让爱回家 再次感谢大家能够支持我们的电影《一火之路》 欢迎大家在微博 豆瓣 淘飘飘 猫眼 抖音 小红书等各大平台 为这部优秀作品留下好评 我们的电影将于10月1号全国上映 预售已开启 期待给大家一起撒野上路 肯定全开 来 我们全场一起 三二一 欢迎 跳房大妹 跳房大妹 希望大家把我们的善意传递出去好不好 谢谢大家 好 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我们的主创们 谢谢大家 再见 谢谢 快发 pictures 延醉 有机会 开演唱会 哎呦 开演唱会 哎呦 我挺 傻这满 아냐 你这在 哎呦 的我都 everybody 我也没有 我拍了 全这个放大 他没这个成 太感谢了